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科學的知識與日俱增 新一年世界好像都幾多時 大家知道日本那邊地震 也不知道應該相繼很多現外 現在最新的又大火 但是我們去看的時候 我們在其他節目發現一個現象 說文雪今年那個太陽風暴 2020年的太陽風暴去到最高峰 有沒有聽過這個消息? 不奇怪的 太陽自己的活動都有一個週期的 的確近年都有一個比較高峰期 一個比較簡單的說的就是 有個11年的太陽黑子週期 另外中間也有些起起落落的 所以我們很有動機去了解一下太陽的活動 而且我們透過了解太陽的活動 是可以了解幾乎就是天空上面的星 尤其是那些比較主流的星 我們叫主序星 它在燃燒週期最穩定狀態的時候 它上面的物理會是怎麼樣的? 所以研究自己的太陽呢? 也都等於研究著我們外面外太空的其它的星 但是太陽裡面的那個變化其實都影響我們地球 絕對是的 因為我們自己就圍繞著太陽 在一個太陽系裡面 太陽系本身的活動就是直接會對地球有影響 但是太陽很熱的嘛 如果我們想尿一下太陽有什麼方法? 其實是這樣的 太陽它熱是因為它進行核反應 有很多光 也有很多熱 這樣射過來 所以就算你不是真的走到太陽那裡 你就在地球上去接收它發出來的光 或者接收它發出來的其它的粒子 你都可以了解到太陽內部或者在外部發生的什麼事 但是當然就是一個基本常識就是 我們如果有能力走得越近 就可以觀察得更加仔細了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都有一些人造衛星 以及地面的望遠鏡 就是同時間都瞄著太陽 留意著太陽的活動 來去研究太陽 那有沒有想過我們派一些東西 派一個太陽船進去看看呢? 其實是的 我們了解月亮 我們就登陸月亮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登陸太陽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太陽表面是非常的熱的 正路來計算 太陽表面的溫度就是6000度 正正因為它是6000度 所以它就比較發出強烈的黃光 在整個光譜裡面 可見光裡面 黃光那邊它是發得比較多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喜歡畫太陽的時候就游到橙色、紅色、黃色這樣? 它太陽的內部呢 以我們對於這些星體模型所知呢? 裡面的溫度一定會是更加高的 所以裡面一定繼續有熱量是源源不絕的去送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暫時對太陽的所知 但是我們有沒有能力去登陸太陽呢? 首先太陽沒有一個固體的外殼 還有就算它有個表面 表面也是非常的熱的 所以你不會說真的想著可以走到太陽那些等離子體裡面去看它 所以我們能夠想的就是 盡量靠近它吧 我們越靠近太陽就越希望能夠拿到一些在遠距離拿不到的資訊 但是我們接近了多少呢?因為那個溫度這麼高 什麼都用的啦 有什麼方法不用呢? 這個就很頭痛了 你如果擺到太陽你預料了 最後什麼都用的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把握時間就是在最後還沒用之前 可以停留得更加長時間 然後把握著那段時間把那些訊號發送回去地球 其實就是這樣的太陽研究計劃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如果你想擺一件東西長期去瞄著太陽來去看 又耐用一些的呢? 其實現時都有類似的計劃 其中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將它擺在太陽和地球之間的某一個很特別的點 那個點都有個名字的 叫做一個拉格朗日點 拉格朗日點有好幾個的 有些就在背著太陽的另外一邊 其中有一個穩定的拉格朗日點 就是在這個太陽和地球之間比較靠近地球的位置那裡 而且你擺得到那個望遠鏡上去的時候 它可以能夠比較穩定地很容易鎖定軌道 於是它可以跟這個地球同步地圍繞著太陽轉來看著太陽 但是擺在那裡都依然是離太陽很遠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都可以能夠做到一些可以長期在地球以外 看著太陽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靠近太陽來看的時候 你往往就要另外再設計另外一些計劃 來去飛近它 而且很多時候的飛行時間是以連來去計劃的 那現在這個探測太陽的計劃呢 是不是都可以放在這個點裡? 就完全不是的 現在我們要準備去飛得更加近 如果我們純粹就是放在外太空 但是離地球很近 那就是還是離太陽很遠 所以都沒有夠仔細 如果你真的想再仔細一些 拿一些其他計劃拿不到的東西 你就真的遇到一件東西飛得很近太陽 最後它可能基本上都是爛的了 但是它趁著它還能夠用的時候 我們爭取時間 就將近太陽表面上面的數據 就發送回到地球那裡 那它那個不在拉格落地點那裡的時候 它是不是要飛去太陽那裡才可以拿到這些數據? 是啊 所以就要介紹現在這個太空總署 一個叫做Parker Solar Probe 一個用Parker這個人去命名的 一個專門去看太陽的探測器 而且就不是純粹把它放在一個穩定軌道上 離太陽很遠這樣看 而是真的想飛近太陽那裡來看 稍後要解釋一下 就是飛近太陽有什麼看到什麼好處 就是有什麼優勢 但是也要介紹一下它的數字 就是其實這個這樣的 Parker Solar Probe 這個太陽的探測器 在2018年就已經發射星空的了 足足就花了這六年的時間 慢慢靠近太陽的軌道那裡 就是它的軌道就一直要收窄 而且越是近的時候 它越向太陽那邊衝 它就越快 所以它也要去到某個位置 把軌道穩定下來 然後就準備再下一步這樣下去 那現在暫時來計 它就放在一個偏橢圓的軌道 但是那個距離大約你可以想像 就是等於水星軌道的附近 那這裡可以講一些數字 就是如果你說用地球和太陽的距離 做一個天文單位 那水星和太陽的距離就是40% 就是0.4個天文單位 現在這一塊東西 就去到大約在0.4個天文單位附近 橢圓軌道 所以有時近一點有時遠一點 但是現在預計 就是按計劃的話 去到2024年的年尾 那就會最接近太陽 就是將它的軌道再降落一些 就接近太陽 來去以一個非常高的速度 應該是每秒都成十幾二十公里的速度 來去 不止 現在在講的是 每秒是一百九十公里的速度 去滑過這個太陽的表面 距離是會非常之近的 那麼近到是怎樣呢? 現在還在講的是 它是大約在水星軌道附近 但是如果在講的是 它真的在今年2024的年底 去滑過太陽最近的時候 它應該是要比起 那個水星的軌道 就再要低 就是低 低 十倍 就是說 等於它比起水星還要近這個太陽的十倍 所以你會發覺 它會是非常非常之接近太陽 那麼現在這裡講的是 它是 距離 就是說它的數字 可能就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 大約是 9.86個太陽半徑 就是690萬個公里 OK 那麼 光走一秒就走三十萬公里 那麼現在這個距離呢 它是六百幾萬公里 就是光其實走這個半分鐘左右 那麼就一個這麼近的距離 就是由太陽那裡發出來的光 那麼半分鐘左右就到那個位置 走到八分鐘呢 才去到地球那裡 那麼所以這個會是一個非常非常之近太陽的距離 而且那件事情受熱的溫度呢 一定是過千度的了 那麼所以呢 整個計劃那裡最難的地方就是 你怎麼做一件很耐用的東西可以隔熱 而且可以在這麼高溫之下去運作 那麼首先就是它外面一定是有個 就是有個東西擋著的 它拿來隔熱的 你的儀器呢 在未用未打開之前呢 你就要藏身了在這個隔熱罩的後面 而且呢 那個罩是可以又打開又關閉 因為尤其是呢 如果你要去觀察的時候 你就不要被那個罩擋住了 但是到了你不想被這些太陽訊號干擾到你的訊號發送 讓它清晰一點的時候 你最好也是將它關閉之後呢 才向背脊那個方向 向太陽 向地球那邊發送的訊號 所以這次這件事本身就是 它那個要整個隔熱罩 設計那個軌道 還有就是要這樣安排去飛下去 整一件非常之耐熱的元件來觀察太陽 就是這個計劃前所未有的地方 那麼它用什麼物料去做這個隔熱呢? 那麼它都是用到一些碳纖維那類的東西 還有一些很多真空的隔熱 你可以想像 你可以用你穿羽絨的那個原理 那你就是中間有些東西 如果你想個人暖 就等自己本身身體的熱 不要那麼容易散出去 阻止它傳熱的話 那你就穿一些很疏氣的東西 那麼太空裡面呢 連空氣都沒有的 疏氣都省了 你就做一些很疏孔的東西 但是就有一層在那裡 那而且隔熱效果就更好 因為空氣都還有少少的傳熱效果 如果你是真空的話 那個傳熱效果就會再低一些 就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就可以壓到再低一些 那麼所以它一定是有一層很疏孔的一些物體 來去做隔熱罩的 那麼這裡又都要提一提啦 那麼辛苦做這些東西 飛到那麼近 它的價值是為了什麼呢 那麼其實有很多的一些資訊 我們不是飛到那麼近 我們不知道的 尤其是就是說 在太陽表面那裡 它的活動的狀態是怎樣 我們來的太陽遠一點 我們都可以看到太陽是射什麼的粒子出來 除了光之外 有很多的太陽風就是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帶電粒子射出來的 而這些這樣的帶電粒子 往往就是 你一定要把那個儀器放在外太空 在地球的大氣以外 你才能夠探測得到 因為我們的地球大氣 就往往幫我們擋了很多這些粒子 那麼我們知道這些粒子 它的能量是怎樣的 它的成分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了解太陽會更多 而且放得越近太陽的時候 我們就連那些粒子 究竟當初是受什麼機制 去加速可以向外這麼猛烈地吹 簡單的來講就是太陽風的形成機制 那個原理是怎樣的呢 一路其實是一個未解之迷來的 那麼現在我們真的放一些東西 這麼近太陽的時候 我們就有希望去搜集多些數據 去解答這個問題 但是譬如剛才我們提到的那個太陽風暴 如果有這部這樣的機會 會不會看得清楚一點 我是很期待的 而且就是說如果剛好觀察的位置 上面是有一些太陽風暴 那你想一下太陽風暴是什麼呢 就不是好像我們地球 或者火星上面多了一個船窩 而是那裡突然之間多了很多一些 和電磁場有關很激烈的活動 譬如說如果在太陽那個活動 週期比較活躍的時候 會多些太陽黑子的 太陽會多些麥的 那麼在那些黑子的位置上 相對的溫度是會低於2000度的 那麼為什麼會低於2000度呢 原來那裡就有很激烈的那些 磁場扭麻花的活動出來 就是整個磁場是一條磁力線形成的 但是那些磁力線是扭了麻花的 扭到很厲害的 扭到最後呢 他們自己扭得太瘋了 我不知道台長你練功的時候 有沒有練到試過扭斷毛巾 沒有 扭斷毛巾 但是是濕毛巾扭那些水出來的 是的 以前看那些 以前那些港產功夫片都很喜歡 玩這些這樣說是練功的 但是其實如果一條毛巾 用一耐太老了 那些棉絲都脫了 你最後發覺你不小心 整條毛巾可以扭斷 那這件事其實在太陽來說 每十一年都發生很多次的了 就是那個磁力線 打了結構都太厲害了 扭了毛巾 扭了麻花 最後撐不住 斷了 重新再撥過 那一刻就會有非常激烈的磁風暴走出來 所以如果你告訴我這一兩年的太陽活動 是比較活躍的話 那我們這一刻去射這個探測器去太陽那裡 去看一下太陽平時是怎樣 還有有風暴的時候是怎樣的 非常精彩了 那個數據就會 但是可以看多久 就是它打開了之後 它這麼熱 溶了 這個時間有多長 現在關於那個計劃那個項目的資料就還沒清楚了 首先它不是停在那裡的 它是用一個橢圓的軌道這樣去的 它開頭就是跟太陽保持一個距離 但是就越來越橢圓 最後就嘗試用比較接近的畫過 相信我們就這麼辛苦設計這些東西 就不只是想著一次就算了 但是你說如果問我 很多時候隨著那個基件老化 受損 你很希望能夠盡量把握到最後的數據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就將它的任務設計到最後就會撞下去 就是你想觀測那個物體 然後看看裡面可以 再進去一點的時候可以拿到什麼數據 現在那個計劃那裡 就是詳細的資料我自己就還沒看到 但是你會看到就是初步你試著靠近太陽可以知道些什麼 而且希望能夠重複幾次來去拿更多的數據先 那頭我們說最後來這一集我們問一下 其實很久以前科學家都嘗試觀察太陽黑子 加力量不記得好像 它們用的方法是怎樣觀察的 因為你不可以直線 就是用你的眼睛看 很多時候就用投影的方法 就是你只看到上面有黑子 然後記錄下一個黑子 將那個周期就記錄 就是一直這樣記錄下來 那直接地派東西上去看 就完全是今時今日的事 就是以往你在地面你出不了太空 你在地面上面還不可以用肉眼的話 你就用一個間接的方法去看 那現在說的就是說 你真的直接派東西上去看 那如果看回這個 這次Parker Solar Probe那個軌道的資料 那它會在今年年尾做第一次靠近之後 之後還會重複很多次 這樣橢圓形軌道去靠近的 那它很有趣的 它會飛得很近的太陽 但是它之後那個橢圓 因為橢圓軌道的關係 它就會彈回到這個水星和金星的軌道以外 就稍為比較靠近地球的軌道 就是現在它一直這樣去轉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 它就以一個慢慢收窄的桌圓形這樣下去 就好像台長你現在展示這個圖 完全就是這個圖像 它就越來越靠近太陽多些 但是同時間它也會另外一個軌道去遠離太陽的時候 就可以遠到金星軌道那麼遠 然後就慢慢去降低它的軌道 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那你會發覺其中 就隨著它越來越近的時候 有幾次就會接近到 就得到幾個太陽半徑這麼大的一個距離而已 那相信這個東西 你預料可以多多多幾次用久一點 就不要那麼快壞的 那這個紫色的線就是這個軌道來的 那這一隻在這裡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件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那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那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人就去追究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究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事情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企圖 對不起